智慧时代来临 我们常听见的大数据 现在正式进入应用阶段 顺势而起 当金融产业与大数据结合 要的人才就是你 我们现在需要一个 大数据分析工程师的一个职缺 那大数据分析工程师 我们会希望说 他的科技是 本身具有数学统计 然后巨量资料处理 或是财经加资讯科技 这样的一个学校 相关的范围有 统计的模型的建模 那大数据的分析的处理 那甚至还包含说 AI人工智慧 那以及机器machine learning 机器深度语言学习 大数据重视实作经验 没有实际工作经验也OK 如果你在校有休息过相关科系 或参与过类似的研究报告 群应经典都相当欢迎 其实我们会在看他的履历的时候 我们会希望说 他本身是对这个东西有想法 那也会去参与这方面的研究 那像比如说 我们就会印象很深刻 如果他曾经有参与过 类似大数据的竞赛 那或者是说 他本身有修过类似大数据方面的课程 有些实作的专题 讨论 甚至有实际的结案的结果 那这些都有帮助于他 会得到这份工作的机会 在群应经典这个大家庭提供了免费忙人按摩 让上班组的肩颈能得到舒缓 有定级的员工健康检查 那另外呢 我们也会有比较特殊像忙人按摩这部分 那我们一方面可以帮助忙人 一方面呢 我们一个员工呢 也可以在忙碌之余呢 也可以登记安排这个休闲 社团补助这个部分 我们也鼓励多元的运动 像篮球啊 或者是要瑜伽这部分 那也补贴场地费 有员工家庭日的部分 那像比如说 我们7月1号就要去搬湖山登山践行 那另外我们每年也会有员工的KTV歌唱大赛 那这都是欢迎大家席家带卷来参与的 顺应时代的变迁 大数据是现在最流行的关键字之一 掌握市场脉动 让自己的职场身价 永远立于不败地位 如果你对大数据有兴趣 群立金顶镇等着你投地履历 快上1111人力银行投履历